那么这些节日的这个名字 天中节 归宁节 那么在今天 大家都丢失了这个 这个说法 名字都几乎没了 为什么 我们今天人不正了 端正 端无 端无节 是归正节 是止于一的节 这个中华民族有四大传统节日 清明 这个端午 中秋 和这个春节 这是叫四大传统节日 那么 历来是备受重视 那么 那么这个其他三大节日大家都懂了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口舌 那么我们讲讲端无节 这个咱们老祖宗 他们是高度智慧的 这个一个群体 他们的智慧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天人合一 不像我们现在的人 只是看眼前的事 只是看手头上的事 而我们的老祖先们 他们是一群 把天和地 把万物 这个整体观 他们的智慧 叫天人合一的智慧 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节庆 都跟这个天相有关系 那么端午节 农历的五月初五 那这一天的天相呢 是在这个 我们的南方 中天这个地方 东方 这个启秀 然后刚好运行到这个地方 指向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叫什么 这个 就是端是正 端正的意思 五是火的意思 丙五 这个都属火 四五都属火 这个 所以是五是火 火代表南方 那么这是一个天相 那么这个天相 它预示着什么东西 这个一个天火 一个地火 这个五月初五 是两个五 五月五日 再加一个时辰五十 这暗藏着天地人三才 三才都是火 那么这就是吉阳 吉阳之时 要做什么事 所以是要端 要正 正是什么 正是指于一 所以在这个时间 五月五日 五十 三火并发的时候 我们人 要 这个 这个 叫天人合一 人天合一 天时地利 人合 有了天的五 有了地的五 有了时辰的五 我们人 要合上去 人合什么东西呢 合于心意 归中 正一 正一 正在哪里 所以是 叫天中 这个天字 中国古代的这个天地的天字 它是一个大一 上面是个一 下面是个大 这个大字 有多大 近虚空 变法界 所以中国古文化中的天 和现代汉语中的天 有着不同的概念 这个传统文化 古文化的天 是大一 是近虚空 变法界 为一个整体 这是天 天太大了 要给它立个中 这个叫为天地立心 那把这个心 立在哪里 天心五改一的 心立在哪里 你立在哪里都是对的 因为它是整体的一个大一 近虚空变法界 都是个 这个空 全明的一个整体 这个法界体 法界体性 它是有物的 有物 但是 看不到 因为它透明 所以叫明明 它是透明的 那么这个大一 近虚空变法界 没办法用 所以要为天地立个心 这是止于一 止于大一 和极小的一 大一不能用 因为太大 心虚空变法界 那么把它立于一个小一 立在哪里 所以立在中天 中天是不上不下 不左不右 不前不后 前一点不是 后一点不是 上一点不是 下一点不是 左一点也不行 右 多一点也不行 所以要立在一个中 所以这个 丹雾节在古代 也叫天中节 大一之中 天刚才给大家解析了 它的密字 秘密含义 是大一 近虚空变法界的一个名体 这就是天 丹雾节又叫天中节 就是在这个大一里面 立个心 立个中心 立在哪里 立在五人之心中也 我们人的心中在哪里 刚才说 不能上了 不能下了 不能前了 不能后了 不能左了 不能右了 这个地方 古人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黄中 黄是中 金黄色的黄 黄色的黄 叫黄中 黄中 为什么是黄中 因为这里面有真土 真信 一点真信 在传统呢 在传统呢 又叫心意合规 就是你的心和意 连在一块 心是空性 明体 然后 这个意 意为后天土 土属黄色 所以在一点天中 有一点黄 所以古人称为中黄 又叫黄中 那么具体到我们人的身体 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一个大一中的空性里的一点黄 是不是我们肉身上的元素 要归属 归属于暗物质世界的 由暗能量组成的 暗空间里的东西 它又叫空 不空 它首先是空的 空是对于我们的物质界来讲 用物质界的方法手段 你不能够使它展现 这个表征上是空的 但是它的不空 不空是其中有物 其中有相 其相甚真 其中有经 所以是 那么又有这么一点真实的东西 所以是 它对于我们人体 刚好在我们的胸膏膜下面 这个胃的后面 这个脊椎骨的前面 身体的中空 从头顶 到你的海底 量一下一个钟 从腹前到身后的一个钟 身左跟身右的一个钟 所以是我们要为天地立个心 本来无心 但是你不能用 所以是你要把这个无心 安在一个地方 叫天中 也叫黄中 所以是 这个节日现在呢 中国北方不太重视 之前是在长江以南地带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么它又叫 归宁节 宁是 安宁 宁者如如不动也 宁者宁聚也 宁固也 就是归宁 就是回去自己的家 说是在中国 南方一些少数民族 在这一天 嫁出去的姑娘 要回娘家 是通过这个回娘家 这个说法 就是你要回去你原本的家 你现在是嫁出去的那个家 不是你本初的家 是你要回去你本初的那个家 叫归宁 那么这些节日的这个名字 天中节 归宁节 那么在今天 大家都丢失了 这个 这个说法 名字都几乎没了 为什么 我们今天人 不正了 端正 端无 端无节 是归正节 是止于一的节 我们今天 整个人类这个大族群 我们有72亿人 那么真正在持正 止于一 端正自己的方向 端正自己的思想 端正自己的意识 正思维 端正自己的思维 这样的人力 这个这样的人 很少很少了 都是不正的人 为什么叫不正的人 就是你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你的身体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不正了 做的都是邪事 你口里说的话 都是不正的话 叫邪说 叫邪知邪见 你的思维里面 你的意识里面 都是一些不正的念头 叫邪念 邪心 邪思 在这种邪念 邪思 邪说 邪行 行为上面也是邪的 都是不正的 叫邪 歪邪了 正它就不歪不邪 就是在这不正的念头 不正的邪说 不正的行为的引导下的整个 我们七十二亿人的这个大俗权 现在行着不正的事情 端正不起来的事情 离开了这个大一 这个天道的事情 离开了这个静明 空性的明体 法界 变成了海中的波浪 树上的树梢 离开了根本 说我们今年在端午节 天中节 归宁节 归正节 这样的一个时空场 我们要提出这个警示 希望我们整个人类 能够重新建立自己的正知见 建立自己的正确的学说 不要在邪说的指导下 走上邪路 走上断崖悬崖 而不知道回头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正法 广节善缘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